Hello 家人们好 我现在在派县的夜市这里 派县这个夜市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的 它这边好吃的特别多 而且价格又便宜 今天晚上呢 我准备从头吃到尾 然后我们现在就去吃了 第一个来个雪妹娘 15猪 3块 要了一个红豆和一个蓝莓的 哇 非常的精致 来尝一下啊 软糯香甜 真的太好吃了 关键是便宜 3块钱一个 哇 牛魔王凉茶 这个太酷了 来一个 来一个 看看是吗 啊 这里 这个是价格啊 来一个这个木橘汁 这个没有喝过 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This number number 4 number 4 Bill Bill free ok ok 他还可以选择这个竹子 哇 这个太有意思了 来一个 来一个 来一个这个 哦 太酷了 太酷了 little cool little cool yeah 这个太帅了 这个太帅了 好喝 好喝 说我离开 这个叫木橘汁 还可以自己挑选竹 哇 这个太帅了 咱一下 还行 还行 这个味道不算很难喝 还有点椰子味 一种橘子 我也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泰国的这边的一个植物吧 又一个又一个外县当地小吃黑糯米粑粑 这个在板当好像也有 但是我们尝一下它这个和那个有什么不同 用这个黑糯米小饼烤一下 哇 这个烤了一会小饼已经鼓起来了 撒上的炼乳 还有芝麻 然后搅成这个样子 尝一下这个黑糯米 黑糯米粑粑 哇 炼乳有点多了 说说我不太喜欢太甜的东西 但是 这个它的原味很好吃 然后加上这个黑芝麻 就是这个炼乳多了一点 但是它的这个小饼还有 加上黑芝麻这个组合 非常的妙 这边就全是卖小吃的了 然后这算是这个夜市的中心位置吧 拜仙的夜市它不像其他的夜市那么嘈杂 这个地方非常的安静 然后就很文艺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些卖这种工艺品的 我们继续找吃的继续找吃的 再来一个这个谷天乐 谷天乐这个挑一个 小土豆 它这边是小土豆 然后还可以选这种调料 来个BBQ吧 这个 这个20株 这玩意应该就炸土豆应该刚炸出来好吃一点吧 但是现在它就是这种整个土豆直接切成的这种长条状 就还挺好吃的很酥脆很酥脆 哇这家应该是饺子店生意非常火爆 我们看它卖多少钱 饺子分大小六个六十株一个两块钱 这个饺子好贵啊 我就不吃饺子了 大家可以来泰国卖饺子 这个是烧卖 烧卖 这个是鱿鱼 我在老挝的时候吃过一次 它这个鱿鱼的话是那种 比较腥 然后微微发咸的那种口感 反正那个鱿鱼干的那种口感很很新奇 如果说你们来这边看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尝一个 毕竟它也不是说那么贵 那一个是几块啊 十块嘛 一串十块也还行 卖拖鞋的小黄牙车车 哇太可爱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包包皮做的鞋子 这边这种衣服 哇这个地方太爱了 就是它的夜市比它的能玩的地方 就是好玩多了 夜市太棒了 这个夜市 你看这些衣服也非常的有风格 这边它还有旅行社 然后有一日游的这种 看到没有 Half Day Tour 然后这种货 可以介绍 有各种旅游的项目 Local Village 然后这个熔洞 对大家都可以来这边 这种我觉得比单独个人游 还要便宜一点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 有点像粉一样 这么一个小份的 然后是十猪 两块 这个什么粉 两粉 两块钱的这么一小盒 尝一下 酸辣口味了 哇这个有点像煎饼果子 然后那边摊的一个饼上面加上的一些果酱呀 你看这个东西也和煎饼果的差不多 然后加的一些香蕉这些东西 那价格在这里 哦这个烤肉 它是要称100克是12人民币 60猪 刚刚要了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 一共加起来是100猪 我觉得还可以吧 哇这个太诱人了关心事 哈哈哈 香肠香肠20猪 4块 哇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 大香肠大香肠 哇哇 满满的肉 哇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串又一个串 这个是肉和水果 然后青椒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20猪 来一个来的 这个有豆腐 鸭子 鸡肉 然后猪肉 牛肉 我要了一个鸡肉的 大家先加热一下 20猪 哇这个串太漂亮了 来一口尝一下 上面这个是菠萝 哇这个就是水果 然后西红柿和这个肉烤在一起 还挺好吃的 嗯 爽